好了各位同学们做完了吗 这篇文章是不是读得也很费劲 但你不用担心 因为高考考有多能力 不是考你每个词都认识 这里肯定有很多超纲词 为什么有些超纲词没有出中文啊 因为你对你的选题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就不入中文了 高考中比如这篇文章考了三道题 无非就考你三个句子能不能读懂 其他的有的段都没有用 那么有些鸟能读的好会有增长的理解 但鸟不会的话也不是做不出题了 只要你找到方法 我们来看第一题 What was the problem caus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ways 你能保证这梯干都懂就行 因为梯干都是三千五 而这个问题是什么 什么问题呢 被火车这个铁路的construct叫做建造 被铁路建造所产生的影响 产生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同学们 首先我们找到铁路建造 好像不是第一段吧 那么好像在哪出现了铁路的建造 你找到了吗 先得定位 当然有人说 第一句就是随着铁路高速 但他没有讲建造的影响 所以我估计应该在第二段找到了 因为有一个 to build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s 所以你的定位要准确 那也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这第二段 那么注意啊 首先大家一定要勇于排除 为什么呢 人家说的是铁路建造影响 有的四个一起看就死定了 因为人家说了一个很好东西 铁路的建造 你可以排除两个落志远向 所以同学们 我们读一读第二段吧 19世纪已经见证了政府波地 那么提供给铁路公司 那么波地地给铁路公司干嘛的拨款啊 去建造一些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s 我们知道continent吗 大陆 trans这个词 就是跨越的意思 比如plant叫植物 什么叫transplant 从A植物跨到B植物 那不就是移植吗 port叫港口 那什么叫transport 交通运输的意思啊 从A港口移到了E 就是B港口 所以它本身就是跨越 transcontinental跨大陆 跨大陆之间 但是这词形容 你不知道都无所谓 你只需要知道重点信息 那么政府给公司啊 让他们去建一些什么呢 跨大陆的一个铁路 这样分子呢 就会留下公共的土地 在私人拥有土地之间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因为美国的土地 都是土地私有制 比如这是老王家的农田 其实也下说了 没有那么少 比如两千多亩 老李家的农田 三千多亩 这是谁家的农田 这是谁家的农田 那这时候你会要在政府 建一条铁路 没问题吧 铁路周外还有铁路 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新型城市 这时候这条铁路是政府的 这话 但是你就让这个政府的 公家的地 肯定在被这些私家的地 给包围 让它在中间了 就这意思 所以这就是 使得公共的土地 在私用土地之间 那么在广大的西部 Some of the railroad section 有一些铁路地段发展得很好 而其他一些 仍然是没怎么发展 并且在这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 不管是发展的地方 铁路新盛的 还是荒无人间的地方 说这个土地私有权就给了 土地管理什么 挑战 到底是政府的 还是你们家老王家的 最后这个铁路收到 到你这儿过交税的话 是我交给老王家 还是交给政府呢 就这点事 所以国外的土地私有制比较狠 我原来在澳大利亚留学 看到一个最牛的事情 就是有了两夫妇 还真是七十多岁了 他们家农场特别大 结果他一向土地私有制 他把他们家农场给炸了 然后就过往车辆 他在那儿给人收顺 还建国 弄个小国旗 最后当然这个国 很快就被灭掉了 有史以来存在的最短的国家 但是想一想 人家全是牛 土地私有制 我的土地 在国外只要这个土地是你的 法律是规定的 地下多少米 挖车矿葬都是你的 天上多少米 领空都是你的 采光权 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 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 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state 周际之间的高速公路产生了以后 会有什么影响呢 你都可以不用看了 你知道为什么 人家说的是建铁路造成的问题 你接下来就是铁路完了以后 后来高速公路产生的问题 所以什么问题啊 很多小城镇 那些spring up spring是春天 当动词是 名词的第二次是弹簧 第三个意思是泉水 当动词 菲亚弹起来 涌现的意思 这些城镇都是作为当时的那个铁路站涌现的地方 并且发展很好 就失去它的生命力了 比如以前有一个车站 是铁路站 大家肯定都在车站附近做点生意很火 现在高速公路来都做高速公路 绕过铁路站 有些铁路站可能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所以同学们 接下来你觉得哪个咱们不能选啊 你不能选A吧 说一些小城镇沿着铁路的已经变得荒废了 那不就是讲的是高速公路的后果吗 那接下来B还是C还是D呢 我们来看B 建造铁路的后果是一些铁路站仍然在呢 这哪是什么后果呀 不是问题呀 确实你接完铁路就会有铁路站 这我不知道有什么选择 那么接下来就是C和D了 你觉得4D行吗 政府的拨款拨地进入了私人手中 没有 进入的是公司 没问题吧 不可能政府的土地进入私人手中 那接着就是C吧 在西方的土地很难去管理 因为这句话说得很清楚 哪句话 不论哪种情况 叫in those cases 一第二 land ownership has presented has given unique challenges to land management 这句话的同一句 不知道你找到了吗 C系题有时候挺难的 有时候大家都最后做的 反而不是主持题 因为主持题都知道 就是手段和尾段了 那如果知道的话 那么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 好 第二题这样说的 What is the major concern 主要担忧在什么呢 Alternative energy 重点形容词 Alternative是选择的意思 二选一 当形容词的意思是其他的 你有其他的办法吗 还是 got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还有其他的路吗 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way to our school 那这里什么叫 Alternative energy 其他的能源是什么意思 就是代替 煤石油天然气的新能源 所以同学们 说左担忧在这个发展新能源的担忧是什么 还根据文章的最后两段 到底是能源的transmit 传播 有点超纲 还是能源和钱的使用 还是太阳能的保存 还是选择地点的选择问题 那我们就读读那个最后两段第五段说 This trees of French 全横的持续影响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大胆读吧 REC的发展在美国怎么样是一个 做一个在美国西部 西部是一个好地方 I do place 对于能源将会去扔掉大量的能量和钱 在这个地区 好 接下来就出现作者观点了 There are chances 有一些可能 这些能量和钱 能源和钱会做好事 好 一旦出现Bud 你就记住 Bud However 我们保证设定 因为作者真正的观点 全部都让步 虽然说吧 舒适我去没劲 但是我认为 人竟然及时行乐 掌握这观点 但是也可能 他们 他们只能指上一句的复述 那就是能源和钱将会被浪费 或者留下了新的问题 所以这题你觉得还有什么难的 那问题是什么 担忧是什么 是这笔钱和能源使用的问题 可能会被浪费 那当然 就像以前铺高速公路 下铺最后浪费了 后来又铁路浪费 又高速公路重复浪费能源 以前的火车站本来挺兴盛 高速公路一来 高速公路这兴盛 铁路站那 他担心以后在弄发电站的时候 也会重蹈覆辙 这就是他的担心了 好 接下来就到了第三题 第三题是说文章的标题题 那你能告诉我主旨句在哪吗 一定会在主旨句 手段的首尾句和尾段的首尾句 那同学们暂停一下 你帮我画出那个完整句子 手段尾段各一句 它会有信号词 一会你画完了 我们一起公布它 刚才咱画的是不一样 再说找它的进句 好吗 好画了吗 同学们 那首先同学们 我们先读读ABCD 这么说的 铁路是怎样影响西部 太阳能是怎样重新形状 重塑 重塑 塑造的塑 重塑西方 说太阳能发电站的影响 能够被降低 以及高速公路的问题 能够被解决 已经被解决 好像这个他认为 宿得主旨 看谁是标题啊 那我画的是这两句 分别手段的最后一句 和尾段的最后一句 好像差不多吧 那么尾段是这么说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从这开始吧 Much of the real sickness of rural 说呀 铁路和高速公路的 真正的影响 并不是他们的 直接的物理的影响 对这个景点 说哪毁灭环境 而是他们怎么影响 周边的community社区 接下来做的观点 这个也同样适用于 太阳能发电站 这些发现将会被铺设 来传送电 没问题吧 那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最后一段又说了一遍 肯定这俩逻辑是一致的 所以让我们记着 以前什么的影响 铁路和高速路的影响 到我们去建造 这些新的太阳能发电站 所以能告诉我 这两句探讨的主题 A 高速公路 B 铁路 还是C 太阳能发电站 肯定是新能源发电站吧 所以我第一步同学们 我要把 不属于新能源发电站 什么火车站啊 什么高速公路的 这是常见的逻辑要排除 两个弱智选项不能选 接下来两个都行 它能怎么重塑 西方以及太阳能发电站 能够被减少 因此对应了 再看逻辑对应 就是动词 到底是重新塑形 还是被减少 你告诉我呢 我们来看两句话动词 是这样说的 That will be laid down 像会被铺设 以及当我们去建造 这些新的 铺设建造 好像跟减少没有关系 重新塑造 重新塑造 不也铺设吗 最后提答案就是2B了 请问你选对了吗 只要你逻辑清楚 找经济 我觉得还是不难的 如果没问题 那恭喜大家 我们可以来看第三篇 环保经济完了以后 那么第三篇就是爱考心理学了 这边也不难 因为讲的是 What is intelligence 智力到底是什么 但是因为是这样的文章 我就头疼做心理学 没有内容 讲一些什么心理 一心多用 就讲一些大道理 做一些实业 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因为中文把你读这些诗记 但是你做看完这篇文章 选选答案还是不难的 一共五段 同学们 当然第一题 还是文章的主题 那同学们 主题在哪儿 估计就是第一段 好好读字第一段 照照第一句吧 还是哪个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呢 好 散听一下各位 好 好